每個禮拜的今天都要早上9點就來啊 小梁哥都幾點才到 小梁哥撐住 我現在終於知道這個題目是為了踏射的吧 撐住 我就是9點到12點半才錄啊 不是 你那個反應是要趕場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意思 第二個 沒關係啦 別的故事 第二個情況是該吃飯的時候 我覺得我平常不會發脾氣 我很有耐心 可是我肚子餓的時候 我真的會有一點脾氣 而且比方說 跟朋友約好 或是 我們跟他的朋友約好 可能約6點好了 所以我覺得 可能現在4點 我覺得 肚子有點餓 可是沒關係 我的人到6點 OK 我願意 到6點 然後文玉說 我的朋友剛打來 他說 可能要6點半 我就 6點半 好 那你的朋友盡量快點到 到6點半 他說 他還在哪裏 可能最後到7點 7點半才開始 我覺得 這很離譜欸 我已經人那麼久 我真的覺得很不應該啊 我肚子餓我就會開始 可是問題是 情緒 情緒 情緒會上 是你女朋友的朋友啊 並不是你女朋友 你女朋友一直在旁邊等你啊 但是她的朋友是女生 一樣 對 很多耶 台灣的女生其實滿多的 就是我們在日本就是越好時間 如果遲到10分鐘 很丟臉的時間 對 遲到10分鐘真的很丟臉 但是在台灣還滿常發生的 我不是說節目的台灣的女生 不是 下班上下班時間 有時候真的開車會塞到 我們很常時後5點半要錄影 也是要等瑪丁到6點半啊 喂 好 瑪丁為什麼 然後我在這邊 我還坐在這邊半個小時 你們都還沒有進來 有嗎 有嗎 瑪丁是最後進來的時候很碰 我覺得男人很奇怪 男人只要是跟哥們在一起的時候 花錢眼睛眨都不眨 沒錯 可是如果是家裡面的一些 你需要買一些什麼日用品 或添購一些家具的時候 他想得很久 而且他能拖就拖 你知道我老公 他平常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有時候請朋友吃一餐飯上萬塊 他刷卡刷下去眼睛都不眨 然後他不喝酒 他很愛買酒 我們家一堆酒 堆到都放在廁所裡了 然後他每次坐的那個沙發 已經破到 就如同照片這樣 對 是真的滿破的 這一張沙發是他 中平哥變有花色了 對啊 中平哥 人類最忠實的朋友 做到都已經破成這樣 我就跟我說老公 我說我們這個沙發要丟了 你這麼愛做的話 我買一張新的 他說新的多少錢 我說三萬多塊 我說問題是三萬 這一張已經做了七年 我說三萬多塊做七年 很划算吧 對不對 他說三萬多 不要啦 我朋友是坐那個汽車皮椅的 我就給他補一下 我說你要怎麼補 他說沒有啊 就早一天我把這個沙發載去 我說怎麼載 我就是跟朋友借個貨車 我說那怎麼搬下去 我再請我朋友來搬 他就是都按照他的想法囉 然後講了一年了 那個沙發原本沒有那麼破 原本只破一點點 那狗每天抓抓抓 他就破到已經這樣子了 他每天還坐在那個沙發 然後他有時候跟朋友出去吃飯 或是他買個酒 到機場免稅店 買個三萬塊的酒 他不喝的眼睛眨都不眨 但是他講了一句 你講的一句很重要 他說他每天都會坐在這個沙發上 他已經有跟這個沙發 對,已經習慣了對不對 已經有感情在啊 所以你腳踏換就是不太好吧 給他就是補一下那個皮就可以了 對啊,習慣了 沒關係,他沙發搬走了那一、兩天 我讓他坐在我腿上 你... 我也是他有感情的啊 對不對 這個不知道的 對 這個不知道的 很難說耶 這個不好講耶 這個不好說是不是 對啊,這個不可能 都十九年了 應該不可能這樣啦 不可能這樣好不好 男人不能說花錢是優柔寡斷 對於他喜歡的東西 他是勇往直衝 不是,因為你像日常生活 你不要說洗衣精沒了 洗完精沒了 像這種都會接觸到皮膚身體的東西 我們當然會想要買好一點 可能貴一點 但男生在花這個錢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覺得 我們就買最便宜的補充包 六十幾塊一個洗衣服就好 你就是洗衣服 你有什麼好挑剔的 他就會這樣拖很久 就是一直在那邊選說要找便宜的 我跟你講 我們家 我們家是講好管理費 是我老公付嗎 我們家到現在 管理費已經積欠三萬多了 真的嗎 但是 上禮拜櫻木花道的鞋子一出來 那一雙多少錢 小燃哥 九千六 市價是九千六 他抱一萬兩千八 對啊,因為... 不是,他不是要A那三千塊 是因為我們要搶快嘛 當然有一點路費 車馬費要給人家 對不對 我家水平都要被切掉了 對啊,管理費 走下去就可以繳了 對啊 不是啊,如果男生這麼計較 還是那個管理員撤掉 你覺得什麼 變空城好不好 我是覺得 如果男生要這麼計較 你是這麼省錢的話 像我男朋友那個時候 他自己本身就已經有一台腳踏車了 那如果你是在生活用品上 這麼計較的話 你怎麼會看到一台 你喜歡顏色腳踏車 你已經有一台囉 大家可以馬上再花三、四萬 再買第二台 這個要問誰 對啊,就是 如果你都這麼節省 要省錢的話 你怎麼會再買一台 就是你已經有了東西 他不是三、四萬 他這十幾萬起跳的 撐一下啦 九局下半 專業 這個東西 你又不懂男生省吃、鹼用 你 他總是要錢要花在刀口上 有些男生他真的哦 他就是寧願不去酒店 不去花天酒地 把所有的錢省下來 只放在一個 會讓他健康的運動上面 這樣做男生錯了嘛 你聽我講完 他又不是去參加什麼 像 譬如說大家 你們平常有去參加什麼 腳踏車的協會什麼 會出去運動 他不是 他的腳踏車就是代步用的 他可能要去運動 健身的時候起一個短程 這我就更佩服他了 他把運動已經融入在生活 在無形之中 那你不需要兩台啊 兩台交換旗啊 而且如果 因為有時候一個椅墊 坐久了不舒服 要換另外一個椅墊 可是用到不好的沐浴乳 洗碗筋 洗潔筋不是更糟嗎 我們皮膚會過敏 我們可能要住院 我們可能會怎麼樣 對 你皮膚爛了 都不能騎單車了耶 把錢花在刀口上 而且像我老公啊 他也很奇怪 他像腳踏車 他從來沒有騎 他也是去買一台一、兩萬的 然後家裡的沙發 就用了十年了 然後 真的 就用了十年了 然後我們家小朋友 就會把那個沙發的墊子 很喜歡拿下來在地上跳 然後再玩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反正舊了 就讓他們玩沒有關係 那跳了 完了 然後上面 就是沙發上面有墊子嘛 那我就會坐在那個沙發 墊子的那個骨架上 框架上 他看到他就會說 欸 你這樣子會做壞耶 你 太重了吧 你 小朋友做還好 你不要做吧 做壞了又要買新的什麼 我說已經十幾年了 也該換了 然後我們就走到那個 可能有時候經過家具店 然後他自己也有感覺說 我們家的那個沙發很久了 他自己就說 對 真的好久了 應該要換了這樣子 然後就每次經過 每次講 講了很久 都沒有要換 就講這麼久 男生都這樣 對 而且像換車也是 就是上一台車 然後我們大概 九月 十月就去看了 去看了之後 他回來之後 他就要比很多家 比完很多家之後 其中有一家就跟他講說 羅哥 你現在年底要買車的話 其實可能隔年 就會折個五萬 十萬 其實你 辛苦了 對 你就不要這樣 你就不要現在買 然後我建議你去年的 隔年的一 二月再買 然後我就覺得 每次要買個東西 可能你就要半年前 去跟他講 或者是你要去揣測他的意思 他可能走到家具店 他只是說說 因為家裡的沙發還沒有壞 他不是真心的說 要把那個東西換掉 可是我們心裡就會覺得 要看一個新的沙發 就很期待 就會很... 真的要換了 對 真的,你不懂男生的感覺 他的成長、他的歷練 有多少辛酸、快樂跟遺憾 的氣氛的時候 他都在那一張沙發上 而且大哥們就是念舊 你知道嗎 不然怎麼會跟你睡十九年 那是左邊 那是另外 因為... 已經要得分了 結果你自己... 重點是跟我睡十幾年 我沒壞啊 沙發壞了啊 這很害怕